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女子问周月那晚发生了什么 周月开始回忆 那天李松让自己戴上眼罩 表示要给自己一个惊喜 原来李松租了一个海边的别墅 打算带周月来这里度假 别墅的主人叫南希 是个恐怖小说作家 周月感觉这个别墅很熟悉 好像之前来过 在这个别墅里有一个房间被上了锁 管家表示这个房间有问题 不能随便打开 随后来到了书房 书房比较恐怖 不过别墅的主人的灵感大多来源于此 接着管家带着周月和李松来到客卧 房间里有一个奇怪的钟表 周月想要把他搬走 可是南希不同意 管家表示用布把钟表盖上就行了 周月同意了 签完合同两人回到了卧室 周月眺望远处的海边 想和李松分享他的发现 然而回头发现李松不见了 周月在女房东的书房找到了李松 李松解释自己只是好奇 然而女房东也在书房里 有过出轨前科的李松似乎对女房东蠢蠢欲动 这让周月非常不满 然后晚上要休息的时候 周月听到屋外有动静 两人出去查看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周月觉得一定是南希搞的鬼 就去敲打南希的房门 房间里一直放着音乐 可是南希却没有出现 晚上周月从噩梦中惊醒 突然发现李松不见了 于是周月在别墅里到处寻找李松 突然他发现楼道里有一个男人的影子 打开灯却什么也没有 然而一关灯 男人出现了 他醒来 发现原来是梦 不过李松还是不见了 他开始四处找李松 无意间发现了桌角上的鲜血 此时李松突然出现在周月身后 可是很快李松就到底死了 惊慌失措的周月拨打手机号也没有讯号 他来到南希的房间 想请南希帮忙 却看到南希浑身是血的被绑在椅子上死了 然后周月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把自己打晕了 此时周月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 原来是一场梦 然而周月发现李松还是不见了 于是到处寻找李松 南希的房间没有人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周月找到了地下室 看到了南希和李松的尸体 他逃出来后 发现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两边都是房间 此时周月听到一个房间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走近一看 那小孩竟然没有脸 周月急忙逃跑 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在房间里 这时周月听到别墅外面有声音 竟然是李松带着自己来到别墅 这时他看到了活着的南希 此时的周月认为 一切都是南希搞的鬼 又因为李松对南希的蠢蠢欲动 周月回到房间看着镜子前的自己 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他开始黑话了 先去找南希 周月生气的将南希绑了起来 并且质问他 就在这时 南希的房门突然被敲响 周月一看 竟然是刚刚和李松来到别墅的自己在敲门 他完全慌了神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自己 但他固执地认为 这一切都是南希做的 不小心误杀了南希 周月意识到自己杀人后很害怕 他跑出了房间 正巧碰到了李松 此时周月精神极度紧张 他质问李松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争执的过程中推了李松一把 李松的头撞到了桌角 然后就死了 这时周月看到后来的小周月出来 寻找李松 赶忙躲了起来 随后还没有死透的李松看到了后来的周月 问他怎么回事 还没问完就倒递不起了 随后小周月去厕所报警 周月则把李松的尸体拖到地下室 刚把尸体放下 就看到了另一个周月 即大周月 大周月将南希的尸体拖到地下室 随后冷静地看着周月躲起来的方向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了 然后大周月来到卫生间 打晕了正在报警的小周月 周月也随即和大周月碰面 大周月告诉周月 这一切的循环都是因为他的懦弱造成的 只有自己不再逃避 才可以摆脱这一切 他告诉周月 去打开那个被上锁的门 然后大周月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周月打开上锁的房间 他看到了那个没有面孔的小女孩 他又开始了逃跑 接下来他再次通过窗户 看到了几个小时前刚来到这里的自己 这里的周月变成了先前的大周月 随后又是一系列和刚才同样的事情的循环 原来周月的原生家庭很不好 父亲经常殴打母亲 有一次喝醉酒后 父亲又开始殴打母亲 反抗中 母亲失手杀死了父亲 父亲的血染上了吊钟 那个一直追着他的小女孩就是他小时候 小时候的他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周月经历这么多 他认识到父亲的死事意外 哭着告诉小时候的自己 李松为了帮助周月驱除心魔 就找医生给周月进行催眠 最后周月摆脱了心魔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